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今天我做的这个食物 就是偶像派的煎羊茄子 其实它的做法和材料 和平时的煎羊茄子是一样的 不过它有一个偶像派的造型 就是这样 材料真的非常简单 就是茄子 凌鱼肉 一碗水 一把刀 一个批皮的刀 就是这样 其实我很喜欢吃煎羊茄子 但是平时多数是斜切 然后切一刀 然后夹一瓶 用来煎 那我就觉得 也不是不好吃的 其实这个煎羊茄子 做出来跟那个一样的 吃的味道也是 不过 是 你转了个形象 可以好玩一点 好 事不宜迟 首先 切了茄子的头 和尾巴 切头尾 每一片的尺寸都一模一样 然后 你要找一把比较利的 和比较阔的刀 旁边有点水 磨点盐 为什么呢 茄子 其实是一种很快会变色 变成雅色的 它很快就会氧化 我们就把它浸到盐水 就可以延迟它的氧化 你可以浸盐水 或是柠檬汁 都会有这个 同样的效果 浸完盐水之后 它太湿了 其实是不能够粘鱼肉 所以拿它出来之后 我们轻轻 用一些厨房纸巾 就把它印干 它的面 接着 我们这个鱼肉 就要做少少少的调味 加少许盐 加少许盐 还有 胡椒粉 或者任何你喜欢的调味 也可以 胡椒粉 或者你喜欢的 加咖喱粉 或者想吃泰式的风味 就用泰式的辣酱 再加一些柠檬叶 入里面 还有红咖喱酱 然后我们调了少许盐 之后 我们就把它 塗下去 这个茄子上面 这个步骤 做得细心一点 它会直接影响 它包出来 看不看 如果它每一层 都 即是 鱼肉 平均一点 它的厚度 它卷出来的时候 它会更漂亮 大致上 已经包好了 看见底部 是留了少少 因为我们可以让它 收回口 这样 我们就可以包了 面中 然后最外面 那边 点放一些沙粉 和水 它就确定了 接着我们 它继续 房子 它已經彈出了 燒熱了 然後我們再逐快逐快放進去 它現在串起了一堆花 有一些特別的日子 這樣用來做起來 哄哄身邊的人開心 都挺開心 然後就翻面 刺著它 就是讓它不要在煎的過程中彈出來 一會兒煎好兩面之後 我們就拆了一條籤 因為要令到這些側面的茄子 它都可以煎到有顏色 當每一塊的醬汁都煎到金黃色 那其實就可以上碟了 如果你想做一個醬汁的話 就可以這個時候做了 做一個什麼醬汁呢? 我們可以把這道菜煎熟 煎熟 煎熟 讓它中間的鯪魚肉都肯煎熟 等味淋 燒到差不多 金黃色的時候 就可以加一些日式的醬油 其實味淋是一個很甜的酒 所以這個醬汁很簡單 但又不用加任何甜味去調味 然後再放上去 整件事當然就很珍貴了 這個偶像派煎羊三寶騎子 就是這樣 今天就要排一下 一ерь 再 Storage 煎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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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煎熟